同学们好 我们这节课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观察物体 那么观察物体呢是指我们对于物体 它不同的方位来去观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那我们对于观察物体 我们所要学习掌握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观察立体的图形 来能正确的辨认 从不同的方位我们观察到的一个物体 它四个小立方体拼成的是几何图形形状相对应的位置 那还有呢是通过观察多组 由小立方体拼成的几何图形呢 它能够正确辨认从不同的方位观察到的形状和相对的位置 那并且呢发现不同的几何体 从同一方向它看到的形状有可能是相同的 也有可能是不同的 这就是说我们观察物体啊 所要学习的这个目标 知道我们如何去观察 观察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对于我们学习的重点和难点里边呢 观察物体有下面的这几点 也就是说第一个呢 要正确的辨认从正面 还是左面上面观察到的那个立体模型 它的一个形状 那第二条呢就是根据从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来去观察一个立体图形 那得到这个三式图 也就是三个方向来看见的这个图 叫三式图 能够用正方体进行一个拼搭 第三条呢就是说发现不同几何体 从同一方向看到它的那个形状 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是不同的 那下面呢我们来把实际的这个图形 我们来去操作看一下 说要我们看一看连一连 连什么呢 现在小华前面摆着这个正方体 已经拼搭实物 是这样的一二三四 四块的正方体的摆列方式 那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去看的时候 不同的侧面 也就是说它的三式图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 小华他要看着的图形 我们下面分别给出来 说你看他是从哪一个位置看见的 首先第一个图形 我们看他看到的是两个正方体的时候 两个正方体小华应该是从哪一个侧面来去看呢 我们看对于排列的这种方式 应该是他从左侧去看的时候 视线被所有的这个前面的两块正方体挡住 那看见的只有两个正方体 所以前面的应该是左侧的观看的图 那这个三个图形呢 我们看对于从前面来看 正面来看 那小华看见的是前面三个正方体 那后边还有一个跟最左边是前后的一个排成一排的这种 那被挡住 所以看不见 那这三个能看见的一定是什么 从前面的正面看到的 那对于这一种的情况呢 四个都能看见 我们看见应该是一个辅士图 也就是从上面朝下看这种情况 也就是我们眼睛 现在这个位置 看那个图朝下看 看出来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哪一个是从前面看的呢 是这个 那个是左边 这个是这个 上面那个是从上面看 分别把它连上线段 这个是左边的 这是前面的 这是哪呢 上面的 那这样呢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出来 同样的摆放这个立体 小正方形 它的看到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再来做一做 做一做呢 也是给出来的 摆的四个小的正方形 按照现在我们看见的 这种状态来摆放 那现在摆放的位置 确定之后 已经看出来的这个 每个视图不同 让我们连线一下 它们分别是从哪一个 位置来看见的 我们来看 同样 它从左边看的时候呢 因为前面有一排三个的 那边还有一排一个的 看到的只有两个正方形 那是从左边看 那如果从上面看的时候呢 我们看见的是 前面有三个 后面呢还有一个 那从最正面看的时候 就只看见那正面的三个 所以分别连线呢 我们看 这是从左边看 这是从上面看 这个是从哪 从正面看的 所以呢 我们对每一个不同方位 看到的图形的形状 做一个正确的连接 也要我们一个 努力去分辨出 从哪一个方向 那现在呢 让我们摆一摆看一看 怎么去摆呢 给出来这些的图形的 摆放方式 下面的要求呢 说从上面看 它形状是相同的 这三种方式 我们从上面 俯视图来看的话 都是有三块正方体 也就像我们看见 那个照相的那个 镜头一样看见的 投入到镜头里边的影像 都是这种 三块正方体的排列 那我们再来看 从左面看的话 形状也相同 从每一个摆放的 左边去看 都是底下一个 上面一个 那就是这种 两块的图形 那我们再看 如果从前面看的话 就不一样了 第一个图形 是这种情况的 第二种图形 是这样的 第三个图形 是这样的 那就看 我们对于同样的 一个角度去看 不同的图形 有可能它是相同 有可能是不同的 那我们再来看 现在给出来 这几个摆放的图形 我们来看 这三个几颗体啊 从哪些方面看 它们的形状是相同 从哪些侧面看 它们的形状不相同 我们看 每一个几颗体呢 它都摆成 摆成了是这样的 一列 一列呢 它三层不同的 那如果对于 三层不同的话 我们从左侧看的话 都是看出来 三个正方形 摞起来的样式 那我们从前面 看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分别是这样的 看出来是有五个 这儿也是这样的 五个这五个 那么从上面 看的时候呢 俯视图的时候 都是看见 摆出来的 三个正方形 所以从上面 和左边看 都是三个正方形 那么从右边 看的时候 也是三个正方形 摞在一起的 那下面我们看 说从左面看的时候 是这样三个 摞起来的 那从上面看呢 是三个 横排摆放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 从它的形状呢 不相同的 是从正面看 正面看的时候 分别是这些形状 我们看从左面和上面呢 是形状相同的时候 来我们下面看立体 立体说呀 画出下面物体 从前面左面 和上面看到的图形 那么说 分别要画出 这一个摆放的 四个方块 立体的正方形方块 它从正面看 也就是前面看 再有从左面看 和上面看 分别看到 什么样的图形呢 正面看的时候 前面我们看是有 底下有两层 底下有三个正方形 上面呢 靠右侧 有一个正方形 那如果从左面看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见是什么 两层底下一个 上面一个 这样的两个正方形的 叠达 那从上面来看的时候呢 是看成了一横排 三个正方形的排列 所以我们把这个看到的图形呢 我们来去分别来去表示 上下面这个样式 这是从前面看到 从左面的 从上面看到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说立体给出来 左边这个图形的摆放 摆放呢 要求我们来填控 说这个填控啊 从左面和哪个方面看到 它的图形是这个形状 我们知道 它既然给出 左面看的是这个图形 那我们看 左面看是这种的形状 是吧 也就是右边 右边这侧的图形呢 上边螺出来多一层 左边呢 没多 而且呢 是摆放的是底层两个 上面是一个 上面那层 那还从其他的那个 哪一个方面看 还是这种形状的呢 我们来从上面看看 是不是呢 上面看的时候 我们俯视看 是底下两个 上面还有一个 那我们再看 如果第二小题 从前面和哪个面 看到形状是一样 前面看呢 是底下两个 左侧的上面还有一个 那么从右侧看的时候 还是底下一个 右 左侧呢 上面还有一个 那么所以看见 我们的答案就是 现在第一个问题里边 从图形的观察 我们可以知道 左面和上面看到的图形呢 都是这种的形状 从左面看和 从上往下 图示的看 那第二道题说 从前面和哪边看的形状相同 前面看呢 我们知道底下两个 左侧上面的一层 还有一个 那从右边看的时候 是还有一个 所以呢 我们那个得出来的答案就是 第一个小题应该是 左面和上面 和上面看到的形状 是这个形状 第二个小题呢 从前面和右面 看到的形状相同 也就是说 是这样 左边多出来一个 下面是两个形状 好 这是上面 这个下面是右面 我们填在横线上 下面呢 我再看一个例题 下面的例题说呀 下面是从不同的位置 观察一个物体 所看到的一个 不同的形状的图形 那把我们这个 观察的这个物体呢 给它摆放出来 画在下面 那给出来的是一个 从前面看的图形 从上面看的 从左面看的 分别是这几种 那我们看 从前面看的时候呢 是底下 有一层 上面有一层 底下一层呢 我们看见的 有两个正方形的方块 上面靠左的位置呢 有一个正方形的方块 那我们可以看 它这种情况 至少是有三个 小的正方体 那我们再从上面 看的时候 上面看呢 看见的是 下面呢 有两个 那前面还有一个 那说明呢 我们的摆放 就是说在前面这一排 一定是两个 那后面那一排呢 还有一个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现在正面看的时候 这个属前面 那个摆放的时候呢 是两个 前面那个两个 后面呢 倒过来还应该有一排 还有一个 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前面有三块 那后边呢 还在左侧的方向 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 它逻辑层呢 有可能是一层 也有可能是两层 因为前边这个 前边有两层挡的 那从左面看的时候呢 是四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 左面看是四个的时候 至少需要多少呢 就是前面我们知道 已经有两个了 第一层 那第二层呢 还至少是 左边有一个 那从左边看的时候呢 后边还有一排 还有一排的时候呢 它有 从上面看呢 肯定是有一个 那从左边看的时候呢 它又有两层 那说明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是在 后边那排 有两个 那这样呢 我们来把所有 分析的过程呢 就把它写在这里边 那分析的过程 写在这之后 我们把 所搭出那个形状呢 我们来 把下面用图来 表示出来看 那搭出来 那个图的形式 就应该是 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我们就是 从前面看 是这样的 从上面看 是这样的 那从左边看呢 是四个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 一目了然 看得很清楚 那这样呢 我们来做一个 归纳总结 归纳总结呢 就通过观察 多组 由小正方体 拼成的几何形体啊 我们可以能够 正确的来辨认出 那从不同的方位 观察到那形状 和它相对的位置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发现 不同的几何体 从同一个方向 来去看到的 它那形状 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 从同一个方位 看到它的形状 相同的时候 它们就是 一样的几何体摆放 不一定的 好了 那这节课呢 和同学们一起 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再见